大家好,我是小琪 小琪手里拿的这一棵是一个罗摩科的植物 这个罗摩科的植物叫做白珊瑚罗摩 它开花,开出来红颜色非常的漂亮 一个一个的挂在上面,颜色非常的鲜艳 小琪早就喜欢了,一直没舍得过手 因为太贵了 这么一棵很早之前二三百块钱一棵 现在便宜点了,一百块钱买了这一棵植物 然后买回来了,我教大家怎么去栽种 这种植物它的根系都已经长出来了 带根的罗摩科的植物我们收到以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它的毛细根给它摘一下 然后过长的主根适当的给它短节一下 这样去修理完成了以后 我们再去把它放到一个散光通风好的地方去晾 晾多久呢,你去晾一周就行了 它瘦不要紧,只要根系伤口晾干了 你再去栽种就不会出现问题 这样就能够保证成活率 因为我买的这个是福建货,南方货,水头比较大 如果晾的时间短了,栽上以后 浇水很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这样就是必须要操作的一步 还有一点非常的关键 栽种的时候要配置透气性好的土壤 小青一般都是用跟咸人球一样的颗粒土 一般都是直接这样栽培上 栽培上盆不要太大,不要太深 栽上以后只要晾干伤口它会快速的长根 瘦弱干瘪的枝条就会快速的恢复 等到时候恢复了以后我再给大家做视频 记住栽种的时候不要去施肥料 看着不长不施肥 什么时候恢复了看着丁亚顶部开始生长了以后 再去补充肥料 肥料的话现在想让它快速长根的话 就可能选择花多多12号高甲的肥料 补充上一次到两次 后期长势比较好了 主干非常粗了以后 我们再去给它用零甲肥料促进它开花 比如花多的2号 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你手头有生根液的话 栽种上突然干了 直接浇水加点生根液 会帮助它快速的生根 这就是方法 您学会了吗 如果换作是您的话 您会花100块钱买这玩意吗 好了,继续到这里吧 如果今天小七说的还可以呢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点关注来吧